大隔離期間的雜事 送飯跑腿里長還能幫幫忙 打點這些小事 但送藥者人命關天的事 也是里長的事嗎 指揮中心拍板 未來因居家照護需求 要建置多元遠距醫療方案 也就是醫師遠距看診 並且開立處方 在由藥師送藥到府 不論是慢性用藥 還是輕症患者需要用的口服藥物 都適用這項規定 事實上針對偏鄉一直都有藥師到宅服務 給予行動不便的慢性患者送藥之外 也給予用藥諮詢 只是確診著暴增 藥師到府服務 人力是否足夠 口罩 恐怕也要重新盤點 但就算到宅送藥的難題解套 也有專家擔心 輕症在家照護會不會引起 另一波群聚感染 而空調是一大關鍵 居家檢疫的時候空調不要打開 盡量讓它的一個通風 能夠集中在這個房間裡面 對外的直接開口 可台灣很多地方它是屬於中央空調 而且是大樓型的 這時候一旦它沒有辦法去解決 這個空調問題 病毒還是會造成整棟大樓的影響 如果空調還是互通有無 大家還是一鼻孔出氣 擔心群聚感染 會忙得大家上氣不接下氣 歡迎新聞